海濱別墅的陽臺突然坍塌 人群也瞬間消失在畫面中 美國加州馬里布 一場海濱生日派對 在短短幾秒內徹底變調 屋主表示這棟度假別墅出租時 限制只能有六人入住 沒想到生日派對湧入三十多人 十幾個人擠在屋外享受海風 導致陽臺承受不住重量而崩塌 事故現場除了尖銳石塊 還有玻璃碎穴跟斷裂的木片 幸好所有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四人以送醫治療 但類似意外過去也曾發生過 六年前一群學生在公寓慶生 十三個人擠在陽臺上 當時也發生崩塌事故 還造成多人死亡 雖然家屬質疑是建築物瑕疵 但陽臺承受重量有限 聚集時還是要注意安全 以免一時的狂歡 下場卻是樂極生悲 三地新聞的榮林報導